歡迎收看 今天我看到英國有一家 有一條超級特別的火車路線 然後那個火車路線呢 其實它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很漂亮 很美吧 就是我們一般看到很漂亮的 但它精采的不是這個 是 它精采的是 它有時候會有一些狂風 之後呢 它就會是這樣子 對 對 是不是很酷 就是你打到 對 你打到車箱上面 不是六福村 很酷嗎 太危險了 對 在德文居那邊 所以這個呢 就讓大家覺得 這不是一般的列車 我想坐這個 想不想搭 而且這個如果睡覺 有睡覺 然後把窗戶打開 然後剛好路過這邊沒有醒的 欸 拖到你醒呢 還會害羞 真的 害羞 對 很害怕耶 很有趣 可是我覺得不只是英國 就在英國嘛對不對 不只在英國 其實各國有很多的交通狀況 還有一些交通建設呢 是滿好玩 滿有趣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好好聊聊 各國的交通 歡迎 謝謝大家 各國交通建設呢 其實有時候是依著 他們的地形 對 有時候因為他們的文化 或是生活習慣 會有一些不太一樣的設計 對不對 或是他們的 科技霸達程度 對 對 因為像英國那個 真的不是隨便可以蓋出來的 對 太強了 那個膽量夠好了 對 如果浪太大的話 那個車廂可能就出去了 對 好可怕 所以各國有沒有什麼 像是這樣 就是超級特別的交通 或是交通工具之類的呢 小慧 像我們泰國啊 現在有一個就是 華府里 我們泰國叫 羅布里的府 它有一個就是限定 就是季節限定的火車 對 它是稱為就是說 泰國版的神影少女 對 神影少女 會不見了 我 為什麼大家在覺得 海上的 對 為什麼 對 沒錯 它就是在水上的 有沒有這樣子 這個感覺坐上去 好像回不了家 另外一個時空 天啊 很可怕 它就在水上裡面 這是在泰國的一個水壩 叫 就是每一年的 就是雨季過後 就在十一月到一月份 這麼限量 三個月裡面也只有五 六 就有新聞方面撤到的過程 對 就是很難買 可是也是很多人 就是為了去這邊看夕陽 重點它到那邊 就是水壩中央這樣子停下來 它就給你就是在那邊 所以它在中間停 對 直接停 停下來讓我們跟夕陽合照 對 然後還有餐車 沒錯 這個很值得去 而且這個回來 可以大大的炫耀 因為它限定中的限定 對啊 現在滿康的 一樣是水上 其實在沖繩 日本沖繩的一個很有名 就是海中道路 那其實它就有一點點概念 有點像跨島的那種 一般我們都以為 只是跨海大橋 但這一條非常長 就這整個路 因為它是從沖繩本島 可以接到四個不一樣的島 就你過了之後 你可以到其他不一樣的島玩 就等於跳島的旅遊這樣 那也因為是在海中間 所以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就會像剛剛這個火車一樣到 你就覺得你在海中間 然後你那個 往左邊看 右邊看 都是海 所以超美的 但是有時候 這種在海中間 會有這種無限的想像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不是在海中間嘛 對 但一樣的效果 其實在台灣 你也可以開開 五羊高架啦 哦 不是 沒有 五羊高架的那個感受 又不太一樣 它是讓你飛在半空中 對 也因為就是剛開始 剛開始說五羊高架 真的很高嘛 而且你就是在開 像我是休旅車 有時候的視角 你是完全看不到橋墩了 你就是完全的看到 下面 橫跨過去的下面 有十層樓 跟這邊橫跨過去是山這樣子 那之前剛開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 就是通車的時候 確實發生過一個 社會案件 就有位太太 嚇到哭出來 大一一九說 你可以上來接我嗎 對啊 因為太可怕了 可以開了 居高架 我好可怕 這是真實的 但是那邊真的一個人 晚上開會有點害怕 崩大的時候你會覺得 而且會下雨 你會覺得 而且自己開著開著 不知道真的會到嗎 好長喔 所以說就是 世界各地都有 我們也有五陽高架 對啊 好棒喔 OK 印度咧 那印度也有印度的南部 它就是海裡面 做一個鐵路 平常是它是高高的 如果佛車來的時候 它就會下來 它是這樣打開的 然後佛車它只會 就下來 佛車過完以後 這樣船那些就可以過去 哇 好美喔 我覺得只有中間那一段 是可以打開的 還有引渡到尼泊 有一個路 擦孔 沒有啦 他就是 這是踢上去的吧 對 他就是旁邊一點 就是如果你怎麼樣的話 就丟下去了 要從不走回來啦 現在看到他說沒有做 沒有路可以走嗎 沒有 後面引渡到那邊坐這個 而且這單行道耶 就單行道坐一個晚上 晚上你沒辦法睡著 每個人如流都顧司機啦 對 顧司機 但是顧他也沒用啊 沒有 真的 輪子離懸崖峭壁 這樣不到一公尺 不到一百公尺 好可怕喔 整個公車 就是原來車去 顧司機沒用 司機就算閉上眼睛 你也只能尖叫啊 真的 就是車子裡面 每個人都一直唱歌 就不睡覺了 說話 就是一個好司機 沒有讓他睡 對 這是真的恐怖啊 所以那個司機發布盤 就一直往槍斃那邊打電 不是 連船部版面 你沒辦法看耶 你看他就覺得 如果有點壓迫感 你知道嗎 會不會帶下去 這個車子應該 車子 車子很貴吧 坐的時候壓力也好大 好可怕 而且其實 他這個巴士看起來 沒有很新耶 沒有很新 印度的車子都沒有什麼很新 所以看起來很可怕 如果輪到一個螺絲掉下去 不是 我也撿不到耶 不是 還有那時候也沒有門 沒有門 沒有門 這根本是我講的 沒有門 老衣會不會這樣 還幫我們叼走啊 沒有 你都嘗嘗 不是這個啦 就是公車上真的沒有 你們火車也是啊 會有人坐在外面或是上面 現在還有嗎 人家上面不能坐 是 全都在這邊 不是 好可怕 就是台湖那邊 有很多恐怖的那種路了 好可怕喔 我還坐過一次 回來我就不想去啦 你還有勇氣坐一次 你很棒 不要這樣 我就坐過一次 我應該還沒到便宜下車 我發現這邊的那個印度 好像沒有那個 就是有人會盤在公車上面 去下一站這樣 不過平你以前在印度 是有看到 就是公車大家都會抓在外面 因為我記得有時候 我小時候去的時候 然後譬如說 我要從內湖去大直 然後我會看到有人 就是跑到那個公車那邊 然後直接盤著 抓著一個軍艦動手 然後搭著的時候再跳下來 好帥喔 所以不用打個負票 如果你想要負票的話 你就抓著公車 但是滿兇費的 現在有沒有 我都不知道 以前都有了 前幾年我去印度 他們還是有人坐在那個車頂上 很多很常見人坐在車頂上 真的 很危險 長途的就是坐車頂 短程就是旁邊的東西 對嗎 可是你要坐那個 長途的遊覽車 他們就很喜歡坐上面 他說看到一些風景 可是我覺得太誠實了 我覺得會不會先看到 天堂的風景 我覺得有點可怕 不要學 他們是專業的 我覺得我之前去 遼國出外景 然後他就是 每個城市的連外道路 那個柏佑路 其實開一開 會變成那個黃土的道路 所以說你上山的時候 是徒步上山 可是你下山的時候 是要走瀑布下 從瀑布這邊 然後他瀑布的那個 峭壁上面會有那個鐵環 鐵環跟那個鐵鎖 然後下面會有人拉 那下面那個人一定要很有盾位 幫你拉住 然後你要穿那種就是 防滑的鞋子 因為下面還是有青苔啊什麼的 對對對 然後你下去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下去 看到下面是 因為整個是山底嘛 所以說那時候壓力是超大 我在那邊上面看了半個小時 千萬不要看 對 因為你下去的時候 你是 峭壁是這樣九十度的 你腳是要踏著這樣子 有點違反地心力 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頭是要看著天空 然後 所以你的身體要 你全身要出力耶 全身要出力 而且手要很有力 你往上跳 然後下面的人會拉住你 往下 就是往三下那邊下去 可怕 下面 這是什麼極限運動來的 對 下面那個是下面的就是 下面可能會有兩個人壯汗 那種 就是那邊的交通警察 對對對 被搬這樣把你拉下來 太可怕了 土耳其呢 其實土耳其最近比較紅 大概這個最近三年四年 有一個火車嘛 我們叫那個是東環快吃 其實伊斯坦布開始到 土耳其的最東部嘛 那個是大概二十五個小時 那個火車的特色是給你們看 你們知道Honeymoon對不對 現在有Honeyway 真的喔 你們看 是火車 對 火車裡面是現在好像是 一個五星級的房間的房間 你們看 可是這個設計是你們自己確定 這個火車裡面沒有 所以這些布置都是我們自己帶的 大概二十五個小時 很熟悉 我想請問一下 這班火車坐的是不是都是 很有錢的人 沒有很有錢的 像你娘就可以了 這個火車 你剛才是說髒話嗎 沒有 他不是說很有錢的人嗎 我說都是你 因為我剛才聽成像你娘 不是 像你娘 像你娘 那種 因為是土耳其在火車的 火車的交通最便宜嘛 這個是一個人大概一千塊 因為我們之前有聽過那個 東方快車謀殺案 是這台火車嗎 對對對 這台的 可是之前你們聽說的是到 歐洲嘛 可是現在沒有到歐洲 這是伊斯坦布爾 到特殊的最東部 你們看這邊有很多甜甜的 還有你們看 好像是一個房間的感覺 對對對 這個是現在很浪漫的 所以也可以在上面求婚 也很浪漫 對啊 好 竹傑 我想要推薦在瑞士那邊的 格內拉特的鐵路 然後我今天有準備影片 帶大家一起看畫面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帶大家到的就是 是側馬特的三路線之一 格內拉特 來到側馬特 當然就是為了找最好的角度 好好欣賞馬特的紅風 今天這支影片要介紹的 就是格內拉特 持軌登山火車 最大的特色是 不論春夏秋冬全年開放 這條路線總共有六個站 一路因為海拔慢慢的升高 所以從窗外可以看到 夏天的綠色 秋天的橘色 以及冬天的雪景 四季景色的變幻 非常非常的夢幻迷人 適合各種年齡層的人 就算你不想爬山 也可以輕鬆的 從33分鐘之內 海拔1620公尺 直達海拔3089公尺的高峰 那其實這一條火車線 它有幾個之嘴 在1898年的時候 它是歐洲第一 世界第二的電動式駛軌列車 在目前也是 歐洲最高海拔的 開放式駛軌火車 可以把大家送上去看美景 接下來搭著齒輪火車 我們要到下一站去 這邊有更美的畫面 下山後的第一站 一堆人在這裡下車 大家到最後叫做 Rot & Border 因為這裡有一個小的湖 可以在這邊拍到很美的 馬特洪峰導演 好 走 終於 完美倒影 那就一面呢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的焦虹資訊 其實很多人都會說 從車站走下來之後 大概只要3到5分鐘才過來 這邊到處都是積雪 所以其實走路還必須要小心翼翼 非常謹慎地踏出每一步 除非你想要跟這一位一樣 又滑得滑下來 哇 好漂亮 真的 好漂亮 妳在超... 我看一點都要僵掉了 對 妳在超非常僵 故作陣地 對 可是其實因為瑞士 我覺得是乾冷啦 所以還好沒有風的時候 是算舒服的 可是因為可能 因為我們在台灣 就是我們比較少看到雪 對 對 所以一路上去看到 那個白雪癌癌的時候 就很高興 所以那列車是一年24小時 每天都有開開 對 中年積雪 所以只要大家想看的話 其實任何時間上去都可以 它就是那個大家看到的巧克力 對 超可愛 而且其實那時候 我有坐那個列車 我上去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我要看景色 但因為高山上 我一直不小心想睡覺 我想睡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那個列車它很貼心 因為你是爬上坡嘛 其實坡度蠻陡的 所以它的椅子 我們是這樣子對不對 90度 它的椅子是這樣子 對 蘇格蘭的工學 所以你上去的時候 是長這樣子 對 然後就很想睡啊 而且又黑黑的 很像在搖籃裡面 很像在搖籃裡面 對 所以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像歐洲我覺得 真的有很多很棒的鐵路 像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在蘇格蘭的那邊 哇 天啊 好美喔 對 你們會想到什麼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 哈利波特 沒錯 好好 它有另外一個別稱 就叫做霍格華之列車 超像 非常非常 好像回學校了 對 非常 林桑老師 你說超像對不對 其實哈利波特取景就在這 就是它 對 就是它 然後其實這一個 就是它經過的高架橋 非常出名 是目前為止 世界上最古老的 混凝土的鐵路高架橋 對 所以很多人 會在這邊等著看它 這裡我有一小段影片 可以讓大家看 我們那時候拍到的樣子 好美喔 這是我們的特派記者 對 哇 超漂亮 下面那個綠 下面那個綠也好美喔 超夢幻的 要去上學了 而且因為它就是 真氣火車 所以就是那個聲音的感覺 而且那個氣 就是我們平常小時候 花花會有這個樣子 回到白天 你看下面那邊 是在那邊上 對啊 所以 真的 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歐洲真的有很多 很棒的尊重 你不是去世界之最耶 對 好厲害 因為現在火車其實都沒有冒煙了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小時候花花要冒 原來是 以前的火車 現在小時候應該不知道 火車有煙吧 只有在卡通看過有煙 對 好 史丹妮 我之前在德國讀書的時候 我住過一個城市叫做 Vuppertal 然後這個城市它有 世界上第一座的懸吊列車 懸吊 對 德文叫Schweberbahn 就是他們寫的 G5 對 就是它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 其實它就是在空中 然後 怎麼又到了遊樂園 對 下雨 另外一個就是它就長這樣子 很漂亮 其實真的很盤盤 很漂亮的 然後呢 我補充一個小故事 就是呢 就是如果大家去過迪士尼樂園 他們都會有這種 單軌這種懸吊列車 那是因為那個Walt Disney 他之前他有一場去科隆 出差還是去玩 他經過Vuppertal 然後他看到這個 他就說我想要在 我的遊樂園裡面 或說我之後想要蓋這個東西 哇 就是會這樣子 好棒 我也好想過這種 任性的人生 真的 好棒 這個城市他會蓋這個 是因為18世紀的時候呢 就是他在工業革命的時候 他曾經是全世界第三 就是前三有錢的城市 然後呢 因為人口增長 所以呢 其實歐洲很多的大城市 都在試著要找 可能就是空中啊 或地下 然後那個時候當然倫敦 也蓋了地鐵 對 那那個時候Vuppertal 那個時候Vuppertal 布魯塞爾跟巴黎 他們都想說 要不要試試看 坐懸吊列車 然後Vuppertal 那個時候最有錢 就說好 我來蓋 然後所以呢 他1901年開始呢 就有這一個懸吊列車 1901年 對啊 這比德鐵還要早走 快半個世紀 對啊 對 還有另外一個很不錯 就是說在歐洲 因為其實他班劇的話 通常大概是抓 大概十分鐘 或者七分鐘十分鐘 這是在歐洲一個非常正常的班劇 他三分鐘 哇 他三分鐘一班 比高雄的捷運 比高雄的捷運還要快 不要講 還要順便到尾巴 不要講 不要講 所以說三分鐘一班 那等於是不管是誰 都隨到隨搭 真的 那他車速快嗎 他車速他可以到 六十公里 也滿不錯的 我想說他是這樣 懸吊可能沒辦法太快 對 而且他是1901 對啊 他就是一百二十年前的 他的車其實是有一直翻新啦 所以他現在的車其實是很自動化的 但是他的鐵路做得很好 他都是軌道 他都是軌道也要做得很好 他的軌道真的做得非常好 就是從1901年到現在 他真的都是 都有在維修嗎 當然是有與維修啦 那廢話 大家看你做筆記囉 到時候去德國就可以去 學調列車 去HUKATCH的話 就記得去看看 華特迪士尼他客人超愛的 好的 好的 好 聽了 在兄弟我們沒有那麼很威脅的地方 沒有很高的山 沒有海邊 所以完全的東西非常安全 非常放鬆的 很好玩的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 騎腳踏車 可是我們別人就有在騎了 沒有 騎腳踏車和啤酒 真的好玩 救駕 不是啦 那邊說的 可以 可以 喔 啤酒車啊 對 好可愛喔 啤酒車 在匈牙裡 我覺得很難玩 這總可以的 可以 那那是誰在騎啊 這是 比如說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可以去 大概12個人 像協力車 大家一起踩 大概一起騎 誰控制方向 這邊有一個人搬你 所以沒關係 你可以喝啤酒 像是酒下的問題 下次有一個人搬你 那如果大家都喝醉不踩 那所以誰在騎腳踏在路邊 然後整車很累 你猜啊 沒有 喝醉了的時候 上次我會去看到他們 他們很開心唱歌 騎腳 真的喔 特別是德國人 跟英國人 有很多 跟美國人 他有保安全帶嗎 應該要吧 沒有吧 沒有吧 這個很安全啊 為什麼 所以下車會算有幾個 很滿滿 因為有一個很有停的 很好玩的 匈牙裡的地方 是Hero Square 非常漂亮 所以他們就一圈一圈 大概兩三圈 很滿滿去 很好玩 然後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這個大概六百歐 什麼 六百 可以做多久 六百 坐兩圈 六圈 可以坐兩個小時 然後他們給你喝啤酒 但是一台車嗎 一台車六百 有很多人 是一個人還是一台車六百 是二個人 一台車 可以啦 是二個人 一台車六百 六百 好便宜啦 四元那可以 是二個人 然後也有啤酒 我發現歐洲現在很多那種 綠能跟節能的交通工具 像我們也有U-Bike 可是他們那邊 現在有看到這個 電動的 電動的滑板車 電動的滑板車 他們都很早就開始游了 好棒耶 然後他們這個電動滑板車 好像你是 需要有駕照的 駕照 因為它是運動很快 它好像也是滿快 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到三十 三四十左右 那滿快的 對啊 然後如果你想運動的話 這要什麼駕照 不計駕照 交通規則 因為它還有車牌耶 對啊 對啊 應該是有一些 但是你必須要在那個 腳踏車道上面 去行動 而且我發現他們行人 不能在腳踏車上面 走路不行的 對 如果說你走在那個 腳踏車道上面的話 他們後面會一直量你 對 你要把你趕走 真的 因為他們陸巡的觀念很 我覺得很重 因為他們比較可能 他們的地點比較大 所以什麼車 可以走什麼車道是很規定的 那個在東港 我有看到像Kristina 講的那個E-Schooler 對 在東港那邊 就是很多人是騎那種 而且是當地人才會騎的 那個也可以到四十公里左右 對啊 對不起 你說的東港是 台灣東港 平東東港 太突然 你以為是東京港 就在那裡 突然就說東港 想說可能是一個我不熟悉的 在東京港灣的 對不起 是平東東港 東港 黑鮪魚 有很多E-Schooler在那邊 就有很多E-Schooler在那邊 我覺得其實台灣很多地方 可以把那個摩托車 改成E-Schooler 比較好聽到一點 日本 我今天介紹的是那個 日本的九州 九州縣 九州的雙本縣 雙本縣有一個南阿蘇 南阿蘇鐵路 因為那一條路 非常非常的有名 因為 這邊是他們的鐵路 南阿蘇鐵路 然後這邊有一個火山 火山 叫阿蘇山 阿蘇山在日本是蠻有名的 因為他們還在火 還在爆炸 對 火火山 這五年已經有爆炸 這五年已經有爆炸四次 那那邊還可以住人嗎 可以啊 還是可以 可以 還可以 所以如果你運氣好的話 你坐車的時候 就有可能就遇到 看到火山 運氣好 看不太多嗎 有可能是小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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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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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是火山 或者是火災 都有可能看得到 所以非常有可能 有氣量觀光 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去玩 不要講那麼恐怖 我們不是要去救火 然後呢 現在這條路 其實那個 有特別 這一個那個 那個觀光的獵匠 這非常的可愛 就有一層那個 哇 好可愛 這好卡空 好酷喔 然後他們就慢慢 慢慢開車 然後就這邊 哇 好可愛喔 這麼有緣車喔 日本好累喔 好像我女兒的玩具喔 對 很像玩具 然後這邊的那個窗戶 都沒有船 所以就直接看到外面 然後每一台車子 有一個介紹的人 然後他可以告訴我們 欸 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什麼 最有名的是 這邊有一個大橋 哇 然後從下面大概高度 六十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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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高 現在 這條路都沒辦法走 現在 維修中 我們筆記都已經寫好了 怎麼進步前了 然後高中到中中 就已經好了 我們現在好了 那這邊現在 對啦 還是要注意安全 然後這個潮是 應該明年的三月 耶 明年的三月 可以 差不多 對 差不多 反正我們現在也 都是出不去嘛 對 對 對 可以 所以就明年的三月 然後明年都 整個都可以 耶 很棒的地方 好可愛的火車 真的 但因為像這種是 他可能刻意做的一個 很復古的火車 但因為歐洲還是有很多火車 是很老舊 我的老舊是說 他們的設計是很早年的設計 比如說像在巴黎 以前很多歐洲的 或者現在的火車 看到按鈕 我們知道要按 對 對 可是因為在巴黎 火車它不是按鈕 它是一個拉把來的 這個很像我們看到 那種廁所的門 對 對 就是你 我還會復古 還有一種是叫 這樣子轉的 就是你 我們知道按鈕 會有下一次要按 知道門要開 可是如果你去 不知道看到那個把手 不自己拉 門是不會開的 一直下不了車 就下不了車 所以就是 我覺得復古在各個地方 它的呈現的方式不太一樣 但是這種拉把 你會覺得 真的很新鮮 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 而且我之前去巴黎的時候 它有一條 就是我剛剛講 是要這樣轉的 它連那個車的長相 就是像剛剛我們看到那種 很復古的包廂 特別小街 它不是復刻 它就真的還在運氣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一個 給大家先看一下這個 看了這個 這是穿越 穿越居民樓的 一個輕軌 因為這棟樓 它不是釘子戶 就是它這棟樓有十九層 那就是它下了電梯之後 就直接到站 所以這真的是供購 對 供購之後的供購 真正的供購 對 真正的供購 人家供購在一樓 你們在中間的 對 它也是有一定的安全距離的 然後它其實一到五樓 就是這個捷運 這個下面的話 它其實都是商戶 那六到八樓 它其實穿越只有六到八樓 是九樓到十九樓才有住戶 在上面住 但是測過去的時候 整棟大樓會不會晃 因為它有安全距離 它還是有二十幾公分的安全距離 所以它過去的時候 因為他們有測它的分貝 只有六十分貝 對 所以這個是在哪裡 這個是在重慶 我這邊還要給大家再看一個 這個麗嬌橋 有沒有 這個壓力好大 壓力好大 為什麼好像這樣子 對 對 你看它 如果遠看的話 你看它這個 好像血管 對 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很迷幻一樣的 都不知道要怎麼走 因為它其實這個麗嬌橋 它導航到了這裡 它都會講 它會直接告訴你 您將拾入全世界最複雜的麗嬌橋 重慶黃角灣麗嬌 好可愛 所以它很緊張 對 先告訴你 可是其實 其實他們說 因為這個麗嬌橋 它有八個出口 八個出口 對 它有八個出口 我不要光兩個 我就可以了 真的 它有二十個雜道 二十個雜道 對 就是你感覺 好像走錯一個 你就出不去的感覺 但其實它的每一個雜道 它就是你走一下 上去了之後 它到大概五百米到一公里 它就有一個回轉道 而且你每一個雜道要選的話 它只有兩個路口可以選 也不會這麼難走 對 其實 對 只是說看起來好像很 好像你會 我覺得不是看起來 應該很多人也是走錯 因為我曾經在那個 三重跟士林那邊來回 大概三圈 就是一個 還在講 對 好的 怎麼能講得這麼簡單 好累喔 可是他們當地人是講說 其實你只要看得懂路標的話 這個不難走 只是它看得懂 最難看就是路標 真的 整個套一句老話 一步錯步步錯 真的 重慶一日遊就一直在 一日遊 一日遊 好 划算喔 好 然後說到交通 我覺得像剛剛說的交通耗制 然後有很多也是交通規則 我們也是會不會覺得很特別 然後是大家沒有看過的 沒有想過的 對 史丹利 是 那在德國的話 據我所知有一個很可愛的一個規則 那就是說呢 你可以裸體開車 對 他們的解釋是說 你一旦開 你在汽車裡面 你在自己的車裡面 那這是你的私人空間 那你在你的私人空間裡面 你愛怎麼穿 是你的事情 是你的事情 那可是呢 你一下車 你就是進到公共空間 所以你下車之前 如果沒有把衣服穿好 你會被罰 什麼 在車子裡面 那滿合理的 那合理 是 OK 小慧 但我要補充一下 我想 我們泰國就跟他們的 就是相反的 那我們泰國是開車 你們是下車可以脫衣服啊 沒有 你們是下車可以脫衣服啊 是下車可以脫衣服啊 這可以啊 真的假的 上半身都不行 你不要說裸體了 上半身就不行 是喔 如果你是打次博的話 會被罰一千到一千五的 那如果身材很好的 你不管是多好 就像剛才 像他講的一樣 Stanley講的 他講的是 如果這樣子會影響別人 你開車 如果你鏡子每天 或者是你腳的車 窗戶開著 人家看到你 就一直看著你 就撞了 就會發生意外 就會在這兒 所以我們泰國是會性的 不能夠太吸引入管 下車了就可以 脫光光 不是啦 好奇怪喔 人家就好奇怪 好 美國也會有特別的 對 在美國的話呢 就是因為我是德州人 那我特別講一些德州 那還有兩個 我覺得真的是很讓人問 像是在德州的話 他的汽車呢 他沒有規定 不能有擋風玻璃 就是沒有 你跟他說 他有規定說 他沒有說 你有沒有擋風玻璃 這沒差 所以沒有擋風玻璃可以 可以 可是你一定要有瑜伽 沒有擋風玻璃 什麼東西 那你要刷什麼 那要刷哪裡啊 刷眼睛前面吧 就真的很奇怪 你一定要有瑜伽 可是你不一定要有擋風玻璃 卡通吧 卡通吧 還是你在刷什麼 但是有一些那個 雨刷很爛 也可以嗎 還是他有規定 真的不行 他有刷一定的 他有規定說 你的雨刷上面不能夠有缺口 他怎麼知道你有沒有缺口 就是說你的雨刷就是假如說 跟他的接觸面 就是就算沒有的話 他的接觸面 他一定要是完整的 就是你不能有缺口 那你在德州有看過 沒有擋風玻璃的車嗎 我還沒有耶 這個的話我不是很想試試看 你有看過沒有擋風玻璃的車嗎 因為德州是可以的 對啦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在 特斯卡納這一個區域的話 這個部分呢 他有一個 算可愛 但是也是滿怪的 就是說你如果說你騎馬的話 是絕對沒有擋風玻璃 那騎馬的話呢 如果說你晚上 你剛才講笑話吧 好還滿冷的 但是 你晚上騎馬的話 就是說你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尾燈喔 要有車頭燈嗎 馬還要有尾燈 你一定要有尾燈 你聽起來 要給人看到 在特斯卡納你一定要有這個喔 對 那是綁螢光棒是不是 尾燈 馬的尾燈 沒有錯 那馬在甩都不是 對啊 燈會一直晃欸 但這個安全大概理解 對 可是這個閃光的人 後面看會不會誇啊 等一下就是 要左轉還要右轉 真的好酷喔 像找到車一樣 你在夜間騎車的時候 沒有 你不要講這麼 都是車 你出去遛狗 晚上 也是要綁一個 把他穿個螢光的背心 怕在下面誰看不到 真的 連晚上夜跑的時候 都裝個燈在波子這邊 跑步 不然會被車子撞到 所以他就撞你下面 不是撞你誰 他這邊有人不會撞 可是他這個就是法律上 就是特斯卡納知道 他是法律上 他是強行 你好會介紹德州 我好想去喔 那個 我也只是看那個馬尾巴 對 好 哪多瓶 美國 我有聽過好像美國 就算你沒有喝酒的話 可是如果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的旁邊如果有開過的酒瓶 你有可能也算酒駕 我沒有喝欸 對 沒有喝 又不行 對 可是如果說警察看到你 旁邊 旁邊有開過的酒瓶 他也會算你酒駕 他覺得說你有可能隨時會偷喝 受不了誘惑 對 但是好像是 不是每個地方 好像是有一些地方 所以是有這個規定 據我所知 有些州是這樣子 就是美國其實對於酒的話 管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利 對 真的 你們在路上也不能喝酒 奇怪 追酒 其實你們不管 槍的關係 對 槍 所以就是說你看 就是很多距離 都會看有人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紙袋 然後紙袋裡面包飲料 那那其實就是因為 他要藏酒 那像是在德州Lubik 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 你在開車就是 他至少沒有規定說 你在車上不能有開過酒瓶 可是呢 他是說你車上 只要是你的手 可以伸到的地方之內 有任何一瓶酒 那就算酒駕 對 不嚴格 所以就是說如果是附駕喝 手摸得到 對 附駕喝 那我假裝我那個 那個筋很硬啊 不是 不是 如果說我要去買酒 然後我要把酒放在車上 對啊 可能放後車 就是可能放後車 然後放後座 天啊 但是就是說 很怪就是說假如說是 小孩就是假如說後座的 或說副駕 他們如果說他們喝酒的話 那他不能夠放在中間 就是不能放在中間的那個 駕駛摸得到 就是你只要駕駛 可以碰到都不行 哇 天啊 這是 好嚴格 要小心 到美國每個週都會好好 但是真的不能酒駕 對 好 Kristina 如果你們去熊野里 布達佩斯 你們看到很多的車 然後你們馬上發現 我們的程度差不多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台灣 在台北 我常常看到很多車很快 還是很慢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有 我們的政府有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綠燈紅燈的方法 是 這個是 他們要大家開車 大概50公里 限速50公里 對 我給你們看 比如說這個是紅燈 如果你的速度是50公里 然後你大概可以出去 哦 可以順順的一路開過去 不會被紅燈擋下來 可是你太快 你一定要 每一個都要停 對 還是太慢 一定要停 所以台北的PASS 速度大概一樣的50公里 我覺得這個很好的方法 對 比較安全 但這在台灣可能也沒辦法 因為我們會前面很快 然後後面慢慢 前面很快 因為台灣的 沒辦法定 所以它是在間隔之間 一定要50公里 所以你忽快忽慢也不行 對 你就是要等速這樣子 過去 好像剛剛好遇到 對 剛剛好 大家一模一樣 好像也是一個 這好像總統初巡 你知道 就會覺得 那個每一個都是綠燈 對 好可怕 但台灣也有很有特色的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剛剛講到交通號制 大家應該都會想到 我們現在過季的時候 不是會有一個小綠人 對 然後先慢慢走路後來用跑的 對不對 其實那個是台灣人這邊八名 我們第一個開始的 可是大家通常看到的就是 小綠人都只有一個人 很孤單 那其實在台灣的屏東那一邊 小綠人是成雙成對 甚至還生孩子 我有在這一次的時候 突破環島 我看到 我拍了影片給大家看 小綠人來看一下 看 就交一個女朋友 好 好 對 這好只有在學校 在學校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 他讓他懷孕了 懷孕了 懷孕之後 下面牽著小朋友 一出手 获成 倒數就是懷孕很可愛 準備要生出來了 對 這就怎麼可以了 所以他們是不是在屏東哪裡 這在屏東 東港那邊也是 東港 又是東港 對 而且東港很有趣 他們就是每年的時候 都會再換一個新的 所以像剛剛那個一開始 就是兩個人 只是男女朋友手牽手 然後進展得越來越多 往他們的人生下一個地方賣進 好酷 他們有 我記得有十幾種不一樣 所以大家下次經過 很多部門都可以 肯定也有 肯定也是這樣 所以你們到每個屏東的小地方 可以注意看一下 感覺可以設計一個 如果你開車開太快的話 就會 來 先開車 主角 我記得很特別的是 我先給你們看 這個是什麼的 賣車的嗎 交通警察 其實這個不是車子 這個是家的 這個是一種卡通的 是紙片嗎 那是紙片啊 假的啊 特爾街的 因為是最近有很多時候 所以政府做了這樣的 很多地方現在有假的 這是假的車 對 到少人對不對 很多地方有這樣的 可是我給你們特別的一個照片 這裡有一個很新奇的一個人 你們看 這個特爾街人超新奇 因為是他沒有假照 他看到這個車子的話 他等了六個小時前面 因為是他先等 警察走過去的話 離開了之後 他可以開車嗎 可是他等了六個小時之後 車都不動 求不了了 之後他去了 這個是真正的假的 一直罵了一直罵了 他說我六個小時很花時間 可是沒辦法 這個是現在特爾街 真的很安全的 我知道價值還是不行啊 然後特爾老師 其實剛剛講的是在路上開的 然後在地鐵裡 我們現在都很習慣 大家都人手一機嘛 對 就是玩手機看手機 然後坐車的過程中看手機 打發時間 對 但是在英國倫敦的地鐵 是沒有訊號 到現在都還是沒有訊號 是因為太古老的 我們一開始都以為說 是因為很古老建設的 而且是在地底下 所以可能構建網路 或者是5G很難 但後來想想不對啊 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然後那麼難 真的 然後因為之前紐約的地鐵 也是沒有訊號 現在已經有訊號 所以在地底下 有訊號這件事並不難 但後來呢 我才知道 英國當地的朋友跟我說 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地鐵沒有網路嗎 是因為我們希望大家 在坐地鐵的時候 都可以看看書 看看 吸收一些實體的人生 不要被手機綁架 我想說怎麼可能 這太扯了吧 他說那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倫敦地鐵上 永遠都是這樣的畫面 報紙 就是會有 因為他們在地鐵站裡面 有很多免費報紙可以拿 或者是你買了 你看完留給下一個人看 我還有看過書的 就是真的有看完的書放在哪 一開始我 以前我還搞不清楚 以為是那個人掉 後來想想 那有點道理 他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有這樣子的閱讀的機會 所以現在在倫敦的地鐵 有些站體 就地鐵站本人有網路 可是在車上還是沒有 車廂裡是沒有的 是這樣蠻好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另外呢 就是我之前去米蘭的時候 當地朋友跟我說 你上公車不要投錢 我說為什麼不用投錢 不用投錢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那個 在市區裡的公車 也有點像沒有門沒有窗戶 就是誰上誰下那樣子 你說你就上 然後到地點下 我說哦 後來我還真的還好 我有乖乖認真看到底怎麼弄 他們其實還是有感應的地方 因為他的那個地鐵票 他是有九十分鐘的一個 限制的時間 九十分鐘內 你就坐地鐵 坐公車 就是這一張票就好了 付一次錢就可以一直坐 然後我還是有乖乖去刷卡 但我發現真的有人上來下來 都沒有刷卡 就是找不到啊 我也是找不到 沒有 他就有點像自由心證的 因為他都不會有人管你有沒有投錢 不會有人管你有沒有感應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 他們其實都有這種 就是有點像我們捷運警察 他會隨時上來check 像查票一樣 我覺得他是上來 隨機的 隨機看你們有沒有刷這個卡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 因為這個罰錢是罰得不得了 好 還是不要僥倖 還是不要僥倖 希靖 因為我們 我們中國人就很喜歡喊口號 就什麼事情都很喜歡寫口號 是 那包括這個交通 交通上也是 很喜歡講 我太多了 有一些那種 這個像有一些恐怖的 他就直接給你很恐怖的說 可能 天堂不遠超速就到了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 騎車不戴安全帽 陰曹地府去報到 就很喜歡騎 還有假意 你這樣會怎麼做 因為我一直很想正確看 對啊 你像這個 我覺得這個也蠻恐怖的 他直接把你告訴你 這個路段死了多少人 台灣也有一些信息 但是七公里長下坡 已死亡一百人 對 對啊 所以而且還有一些 現在就是大家都很能發揮 然後還有一些幽默的 有一些幽默的 可能就是不要打架 打輸了住院 打贏了就做了 就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蠻有意思的 然後親愛的工友們 在外打工注意安全 不然發生失誤 別人睡你的媳婦 然後還要划你們什麼去機 哇塞 所以我就覺得這種 這個也蠻幽默的 騎車請戴好 騎摩托車請戴好頭盔 否則開寶馬的同學 會認出你 好有畫面 好有創意 真的 這太有畫面了 很有畫面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 是我看到 我覺得說 這個是在中國嗎 就覺得有點過了那種色情的 不是色情就有點挺超過 你有看這個在綿羊市 它是綿羊市的 綿羊市 駕車不摸奶 摸奶不駕車 而且駕車摸奶有風險 對 真的 專心開車的意思 然後它這一個 是出現在好幾個地方 它還有LED燈 駕車不摸奶 還是它的奶有別的意思 還是那邊是 那邊是前往牧場的地方 擠羊奶嗎 應該是旁邊 男生 擠羊奶 所以開車不要摸人吧 對 那邊是牧場是不是 什麼 綿羊 他綿羊 顧下有綿羊 我想說這種小學生看 可以看嗎 就現在大家已經可以 這種創意發揮到 可以這樣也可以 真的 開車專心不要聊天 你是 真的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各國真的 在很多地方都有有趣的事情 我覺得這裡當作是我們的 旅程的一戰也蠻好的 筆記好了嗎 準備要去哪裡玩了嗎 OK 好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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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回看見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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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們訂閱 按鈴噹 分享出去